本周末,武汉大学也迎来了赏英高峰 早上十点半,在樱花大岛入口处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已经排起了百米长队 园林专家表示,虽然前两天武汉经历了大风阴雨天气 但樱花并没有出现大幅落伴的情况 记者了解到,今年武汉大学仍然对静校赏英采取预约制 本周末两天,共六万个名额全部约满 为应对大客流,学校投入的志愿者和垃圾清扫人员数量 较平时翻了一番 东方卫视记者报道